我家本身呢 这个是个挑高的阳台 也就是我所在的是19楼 那么我的上面呢 20楼它是没有这个块阳台的 那现在情况就是 20楼的业主呢 就是用水泥搭建出一个阳台 就是把它给浇住了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了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也是违章的 记者注意到 高女士家的房子是大平层 而且是江景房 临江的阳台做了全封闭 顶上是玻璃 周边也做了窗户 本来的话就是 就这里全都是没有的嘛 这些都没有的 对 这些都没有的 你这个啊 这个玻璃全部都是没有的 本来 那原来有的是什么呢 原来有的是这个 下面这个 就等于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这个旁边又是一个阳台 那么我们自己在这里 就做了一个柜子 那对面的阳台是谁的吗 对面阳台也是我的 也是你的 我们家的 隔离一下是吧 对 你这样风起来是可以的吗 风起来是可以的呀 高女士介绍 每户人家都有一个错层的挑高阳台 观察对面同户型的楼房结构 就一目了然了 每次你们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挑高的阳台 对 是的 是那个错开的 对对对 相当于其实你这户人家 对 楼上那个 你那个玻璃顶上那个 那一半空间 你认为是属于你的 我认为 我其实说实话 我认为 这个是一个两家人互用的一个空间 因为空间上讲 空间上讲 上半层是面对他们的窗户 对 但他走不出来 对 是的 那现在他的意思是 把那个窗户改了可以走出来了 对 然后就把阳台的挑高了上半部分 给用水泥浇注了 多出一个阳台 他就可以走出来 楼上这个行为有关部门也没认定过 有关部门是来过的 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 拆委办的人说 这个是违章 对 已经通知给他了 对 通知 没有下通知 对 没有下通知 就是说我们自己协商 一行人到了20楼 高女士发现 楼上邻居家正在装修 门是开着的 工人师傅不断用车 拉来混凝土浆 门口墙上贴的纸上写着 未经本房东允许 不得进入私人住宅 记者和高女士都没有进去 在楼道里联系了楼上的邻居乔先生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违章 咱们就配合有关的部门 如果是违章 就是大家都共同拆除 对吧 但是我已经跟您表明这个情况了 但是我看到您完全没有停工的意思 违章 违章 对啊 该拆除是城管来拆的对不对 是的对的 我也不能拆你的 你也不能拆我 对不对 那是是 你好 我是1828黄建的记者 你好 这个事情城管到底是什么定性的 楼下你看到没有它什么情况 我看到了 它是一个阳台门 然后做了一个玻璃什么之类的 而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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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定性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说 这个我楼上的住户跟我说 我这个包的这个玻璃的顶 他说是违章 但是我没有接到任何的相关部门 明确的说我是违章 或者给我 那常见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就是楼下也涉嫌违章是吧 高女士楼上的邻居介绍 此前双方已经在物业做过沟通 在物业那里谈的 他说这样你好 我好大家好 对不对 然后我会给他进行一定的补偿的 然后他今天又是这样子 我说说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结果 要不我补充一下吧 就是昨天呢 其实我爸跟我妈还有我 我们跟这个20楼的业主一起去物业 去做一个沟通嘛 我是19楼的业主 房本上唯一的名字是我 然后我一直的态度就是 我是不同意他作为这个交注的 然后我爸就出来说 不如大家就是邻居好商量 他说如果说这个楼上的业主 能够赔付我们一点钱 他问我同不同意 我没有出声 说实话我没说反对 我也没说同意 高女士介绍 当时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记者注意到 小区里挑高阳台上下两家 多做了全封闭的情况很多 这个是一个问题 而且是历史拥有问题很多 而且一般情况下怎么 那我带你们回去 对 大家如果 你们好好再报给他一下 好的 截止发稿 记者没有接到城管部门的答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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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